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話說袁國勇教授近日接受英國媒體BBC訪問時 繼續發揮勇者無懼的精神 堅持要講出真相 他在節目中提到 說相信湖北省武漢市的官員 有隱瞞當地最初發生的武肺疫情 較早前去過武漢調查的袁國勇教授說 當他們一行人去到武漢的華南海鮮市場時 見到市場已經完全清理好了 沒有什麼可以看 他就形容好像犯罪現場遭到打亂一樣 令到他們無法確認到 導致人類受感染病毒的動物宿主 因此他就懷疑當地官員曾經掩飾疫情 未有即時對外公佈信息 雖然袁國勇教授這番說話 沒有什麼轟動性或爆炸性 因為大陸官員在初期隱瞞疫情 瞞報漏報的情況 實情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事實 而李文亮醫生的事件 更加是當局打壓真相的其中一個經典例子 但仲然如此也好 袁國勇教授這種感染風格 仍然獲得市民的尊重 而且得到了海外很多網民的掌聲和鼓勵 因為來到目前這個後國安法時代 都不知說哪句話 是可能觸碰到大陸的紅線 而袁國勇教授身處在香港 仍然敢把真相說出來 事實上也是值得尊重 因為以他這個地位和身份 絕對犯不著和主旋律唱反調 甚至說出什麼真相 因為即使他不說 也沒有人會怪他 故此在這種可說可不說的情況下 有些人可能會選擇 免得節外生枝 所以就索性自行禁聲 自我審查算數 但袁國勇教授就沒有這樣做 當外媒BBC找到他採訪的時候 他不一樣照是說出真相 當然有些人就抽他水 就說過去他曾經有兩次說完說話出來 或者寫完文章 他又去撤回兼道歉 但千萬不要忘記一件事 以他現在這個身份和地位 他講了一些說話出來的時候 終然是收回也好 起碼真相已經在公領域那裡曝光了 收回或是道歉 他純粹是覺得自己用字是不精準 又或者是詞不達意 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 他從來都沒有說過自己所講過的言論 或是自己所寫過的文章並非事實 這一點是相當之重要的 好了 至於當BBC的節目放上Youtube播放的時候 有很多海外網民就留言了 就說多謝袁國勇教授 他這麼勇敢地說出的真相 同時也不少人是擔心他的安危 我就覺得 縱然香港已經通過了港區國安法 但是袁國勇教授的安危 就不需要說過分擔心 因為他所說的這番說話 其實 鍾南山院士在5月份的時候 他接受CNN採訪的時候 都有表達過類似的說法 當時他就說到 說武漢市政府在疫情爆發初期的時候 隱瞞了關鍵細節 不願意說出真話 鍾南山說 在當時他對武漢市政府公布的疫情數據 起了懷疑 他不相信病例數目持續10天以上 仍然只有41宗 於是一再追問當地官員要說出的真實數字 故此鍾南山院士都有提及過 當地官員曾經隱瞞真相 現在鍾南山院士不一樣生歐歐好地地 故此袁國勇教授的安危 就無須過分擔心 但袁國勇教授敢於把真相說出來的道德勇氣 是值得市民尊重的 目前BBC採訪節目的片段 不知道為何無厘頭在YouTube上下架 現在是看不回的 但相關節目已經有其他人備份 亦放上其他網站 接下來看看另一宗消息 也是關於武廢疫情 根據東方日報的報導所說 屯門有一家老人院有幾個人確診 部分院友被轉到位於機場附近的 亞洲國際博覽館的樹是接受檢疫的 有院友說至少有三人已經在亞博覽館的樹接受檢疫 但他們提出了諸多投訴 究竟在亞博覽館的樹發生了甚麼事呢 原來根據院友所說 床位之間沒有任何黨版分隔 而亞博覽館的職員更加要求檢疫人士不能下床 只是說這兩樣的措施已經有很大的問題 首先第一件事就是私隱的問題 雖然目前入住亞博覽館檢疫的人士是長者 可能他們不是太過計較 但你也不可能完全一個黨版都沒有遮掩 那變成了一百多二百人在亞博覽館裡頭 你眼看我眼? 那整個體統請問一點私隱度都沒有 第二個就是衛生問題 如果有人發燒或人咳嗽那怎麼辦? 那些口水花都噴得到處都一樣 你起碼要建設一個黨版去隔一隔 沒有的 什麼也沒有的 請問你特區政府有沒有同理心 安排這些場地出來 還有 根據院友的指控所說 職員要求他們不能下床 請問你這個檢疫是檢疫多久? 檢疫14天? 就算是檢測三天 你叫人家三天不可以下床也有問題 是不是貪方便 為了方便管理 不要讓長者走來走去 你叫他們不准下床 起碼下床走兩步 舒展一下筋骨也要 簡直叫人家不要下床 院友繼續批評 雖然阿博館設有殘廁 但職員憂慮院友去廁所會導致病毒傳播 故此強制要求 所有接受檢疫的院友要使用尿片 排泄後要按鐘 會有四名職員到場協助 為該名長者圍上黨版換尿片 另外院友批評 職員只14天內都不能獲得安排去洗澡 他入住阿博館已經三天 直至第二天才有職員幫他抹身 院友說做法並不人道 批評職員不准檢疫人士去廁所 不准安排他們洗澡 令到衛生情況更加差劣 這些完全是慘無人道 林鄭月娥自己也60歐以上 有沒有多少同理心 這些人入住阿博館的都是長者 你叫人家拍片?不准人家去廁所? 有沒有搞錯? 這個院友我相信他有自理能力 他都懂得跟報紙投訴的時候 為什麼不可以讓他上廁所? 這樣你叫他拍片? 不病都可以說到病 到底一個人還有沒有尊嚴? 如果他還有自理能力的時候 你怎麼可以叫他用這些東西? 若然這個院友所說的指控是屬實的時候 根本上這個阿博館的檢疫中心 比遠禁還差 遠禁起碼可以讓你在自己的房子走來走去 也可以自由去廁所去洗澡 現在洗澡不行 去廁所不行 下床也不行 叫人家十四天睡在床上 你有沒有搞錯? 你大區政府一定要出來交代這些事情 就算入住老人院的長者 那些東西都是有人權的 對嗎? 怎麼可以讓你這樣沒有? 如果他根本上不能動 那就另作別論 這個肯定不是 他都說明是要洗澡 說明是要去廁所 你大區政府就一定要就這件事出來公開解釋 以及公開交代 究竟這件事的真相是怎樣? 若然是屬實的時候 會不會改善安排? 還有那些人不要去選立法會 票就投給你的 現在還說押後 有沒有人出來跟進這群長者? 有沒有人權? 根本上所有事都是你林鄭月娥一手造成的 本來在五月份、六月份的時候 香港的疫情已經是緩和了 是你自己去拍板 批准那群海員 免檢進入香港境內 搞到香港現在就一團糟 搞到人們又人心惶惶 昨天開始有很多人去超市、街市等 排隊買東西 林鄭月娥會不會對於香港人民 有半點的愧疚之心呢? 請問是 你根本上是一個攬炒之母 建制派那些垃圾議員 經常走出來說 反攬炒 麻煩你反一下林鄭吧 她的措施是不是攬炒? 請問是 大量南批的人士免檢入境 這是不是攬炒? 為何你們不批評林鄭? 蛤? 難道你認同林鄭這個免檢的措施嗎? 很離譜 原來有些長者去阿博那裡 是受到這些不人道的對待的 你那群做官的、在上位的 有多少同理心 所謂己所不欲就勿施於人 不對的 你行政長官帶同全體行政會議成員 兼3C12名的首領 走去阿博館那裡睡一晚吧 笨 好嗎? 睡在床那裡不准下床的 是拍片的 睡一晚了 行不行 你這群人真離譜 一定要出來解釋 究竟這個院友的指控是真的還是留的 為何會有這種情況出現 這節先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